在华裔藝術家谢明景的诠释下 这首英国女高音家 沙拉布莱曼的名曲《告别的时刻》 显得格外动听 而谢明景也将成为首位荣获葛兰美奖 提名参选最佳传统流行音乐专辑 和最佳二重唱组合表演奖的亚裔艺艺术家 多才多艺的谢明景不仅拥有一副好歌喉 更觉得应该为亚裔民众发声 因此她加入了亚裔名人堂 成为执行总裁 来帮助亚裔民众争取权益 并反对亚裔仇恨 因为如果我们亚裔人比较成功 我们会变得更恨 所以我们必须参加 因此亚裔名人堂今年也选出十位来自各国 不同领域的亚裔入选者 借此展示亚裔在西方世界的杰出贡献 并在今年的11月13日 在南加举办入选者庆祝活动 今年我们的inductee The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就是Nancy Kwan 很精彩 一个很高兴奋的镜业 Hollywood star 还有呢 她也有工作为Bruce Lee Bruce Lee是我们亚裔名人堂的inductee 她的儿子Brandon Lee 29岁的时候已经去世了 所以今年呢 我们会享受他 在1960年代主演电影苏思黄的世界 并入围金球奖的官家倩 也是第一位登上美国生活杂志的雅裔明星 她也希望雅裔影视工作者 有更多创作机会 把雅裔的优点和文化 介绍给大家 谢明景表示 今年11月 亚裔名人堂的庆祝活动 也将会在亚马逊平台上线播出 让更多世人听见亚裔的声音 观众查询更多详情 请上亚裔名人堂官网 东西我们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星